看看这件更雕 格格搭搭的 多好看啊 有这个50多斤 这个多斤 你是台湾山的换节目 你看看 你看看它多个 就是 椰米 是吧 这边 1米2米不到1米3 1米3 高1米3 宽有500 500 就这都卡不出来 它数根 一大块 它这个东西呢 它原来它生长来什么地方呢 它生长来一个这个 湿药里边 它的那个 沙上面有个有个大药 挤着的 下面有一个 它在那个缝里边抓的 我跟我叫松头 取了三次 我抓到那屎药里边 松头在外面呢 给我抵脚去 一会儿要是 一会儿要是 所以 看看这个 你看 看油泡泡 刚才 油泡泡在上海了 它能买点买点 跟问五 跟咱们看五分五一样 买点买点 我去问五分吧 嗯 把它取消了 不是说的 上去就是 打到坑腹里有干的吧 跟泡苏不一样 哎呀 泡了三十 取了三十次 到台上 才把它 采采采融回来 融的时候也 就称半斤称 它那支支撒绕的那更多 融回来要比较大了多 嗯大了多 比较那啥白我跟你说 称半斤称 后来由 由羊生人开始吃 去把它 你看 把它 把它把它 融回来 该到的 通风阴亮处 让它干了 余鸿 才把它 它准确实下来的 它这个羊子 如果你真的糟了 它这个东西呢 它叫奔明 它叫 你的嘎头那些 肥的嘎头 硬嘎 嘴气面一整 就是它的杀五 杀五湿样 它不是一照一系就能长成,咱们压是缝里面长的,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要专门说的,就要照一样的,同样的这个针条装品的,那是没有的,这个它导致啊,出生的全世界,那就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那就是它继续叫红尖的,哈哈哈。 长得多么,多么稀奇,是吧,你看这上面这个,这个羹包是都跟着珍珠一样的,那这比较像夹的了,那这像夹的了,它都来一刀之下,这不是让人工水把它扎到上面去的,你看这个空洞,它都空洞,然后平凡开,你看看,它有想,有想不轻, 啊,好吧,哦,育育啊,那个那个骨铅,育育啊,来搞的那个骨铅,高沙流水,啊,洋葱拜选,我给你再等等它,前几天。 这个沙东有几个旗帜司机 他们往这个邻居,我那个隔壁有个有个铁铲,往那儿损糊的 在门口,他看一下,我让他摆弄更条件的 来这儿,来家庭看了,他就想弄这个了 他当时说,这个老师傅这个铁铁铁,我说他不买 他在栽杆上有个名字打,我给他八千块 我说,你够一万块我也不买,我就是为了兴散 那时候还没有做好了? 那时候还没做好了? 他说,我再做几天我过来,我说我不买,你还要兴散 我说,你这个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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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有山东拉货的司机给老人家 出8000块都没舍得给他 有可能过几天这个司机还要来 视频前的朋友们 觉得如果人家真要是来的话 老人家到底该怎么办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欢迎关注香葱你我他 明天见